原來是這樣的 為何會無緣無故提出 提出加排這件事 話說有個個案 說有個女生 她人生中很不開心 有些屈結在心裏 但這個女生 跟她老公感情不好 但她有個女生 但她因為基於 因為女生 所以硬要跟她老公一起 所以 即時現場的嘉賓就說 這些可以解釋 你找加排 就可以解釋 為何有這樣的心結 可以解說得到 其實是否可以解釋 是的 是的 但我不知道她家庭構成是怎樣 怎樣排排她 我只加她不能排排 還是 其實不是 是 需要什麼 是 我今天下午才做了一場加排 其實加排就是 按住自己內在 那個氣場 隱藏了一些 不知情的情況 而導致她走的人生 家庭 經濟 父母 那方面 很多糾結 出現 我們 加排師 我自 自己的角色 掌門人 剛剛叫你做 加排掌門人 其實不是掌門人 掌門人 有 不過不是我 是 通過一些人 去 將她 隱藏 那個故事 好像 演戲 這樣演出來 讓她知道了 看到了 原來 我的問題是在這裏 那 我這個加排師的角色 就去 用和解語 或者 給一些方法去 將自己內在的糾結 解開 是這樣的 我剛才聽到其中一部分 重點就是 要演一齣戲給你看 對 如果不演 就 整件事開始不了 沒錯 哦 就是 不像 例如我想知道 為何我有一些糾結 我可能可以找個八字師傅 看看我 那個八字師傅 只看我何時出生 就能說出一大堆東西 那加排就絕對 不是這款玩法 不是這種玩法 只要靠觀察 即是 那些 代表 即是 現場所有的人 去代表 這個案主 那個問題 在哪裏 那個地標 然後 在裏面 那個地標 就會說出 案主裏面的問題出來 地標 這個地標 這個人物 就不懂案主 是透過宇宙的訊息 下了這個地標 腦裏面 突然彈出一句話 他就說出那句話 嘩 這麼恐怖 哈哈哈哈 不是恐怖 俗語可謂鬼上身 哈哈哈哈 是兩樣東西 不同鬼上身 是 不同鬼上身 只是宇宙的訊息 就給到 那個代表 突然間有一把聲 或者突然間有個字 在腦海裏面出現 這樣而已 嘩 有些像通靈感覺 如果是這樣的話 突然間爆些東西出來 是嗎 是啊 其實不是通靈的 是心理學 沒錯 是一個心理學 是那個 你每人 裡面有很多細胞 細胞有它的能量 是啊 透過宇宙的能量 去把 按住裡面細胞的 糾結能量 散發出來 去到 代表的身上 而說這件事出來 他會自己本身 他不明白 自己本身那個 自己本身那個 案主 都不知道自己是 這樣的情況 是啊 是啊 是 你知道這些 家牌是鬼佬的嗎 是啊 我知道 我有少少 那 沒有關係 通不通靈 和鬼不鬼佬 是兩回事 是嗎 但是我 有越來越多的疑惑 那就是 首先呢 有一個叫按住 我們 一個叫按住 一個地標 都是一個人 是人 是一個 在一個活動室裡面 可能 最少要多少人 才能做到一次 基本上呢 如果是做得舒服 人與人之間 即是要互動 舒服 而對方不辛苦 我覺得 是最少十個 哇 我做也是要 最少有十個人 不過我也做過一次 是不夠人的 三個 怎麼做 一任是做到 打鵬一匪麻雀 是嗎 即是藏在鎖紙 一任是做到 也可以解到 岸主的糾結 哦 哦 其實我想說 十個人 即是你要集齊 十個人 同一時間 有問題 找你 其實會不會 他們本身是有點緣分 沒錯 我想說這件事情 對 你說得非常對 如果沒有緣分 我就說得非常錯 不會在那個時空一起加入我鋪出來的家牌 對 我也覺得是 因為其實你是間歇性才開家牌 我每個月都會開最少兩次 兩次 即是要集齊一套救人就會開球 不是 是例會 我每個月推兩次出來 基本上我推出來沒多久已經是爆了 很多人都 這麼旺 因為很多 這麼旺你不記得嗎 是嗎 我想參加 這麼有趣 很多人都想把自己的生命糾結解 對 解了之後他真的順暢 好像三個禮拜前 我做個案 那個太太 跟大陸有生意來往 大陸的商家 拖了五十萬 足足兩三年 嗯 嗯 怎麼搞 對方都說 沒有錢 又說什麼 又拖著 那三個禮拜前 跟他做完那個家牌之後 上個禮拜 他就收到五十萬了 蛤 這麼神奇 我以為他做完家牌之後 覺得那五十萬已經不再重要 所以不去追數 不是啊 他拿回來 怎樣連結到這個家牌 和追回那五十萬呢 原因原來呢 他那五十萬 拖著原因 就是他 有點心結 不是他的心結 是他 爸爸那邊 婆家 這個女士是結了婚的 是 他爸爸 即是他自己婆家 是 那邊 有一個 即是說 之前的業障 而不想去後人好 嗯 所以就一直阻礙他的 事業 金錢 就是這樣